风向球带你来关心的是 新的iPhone已经在今天上市了 热腾腾的iPhone马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都会再带大家一睹为快 不过我们先来看 建了果粉 排队排了91个小时 整间店就剩这两只iPhone 8 而且客人已经订走 订阅忙着填资料 iPhone旧机降价卖大缺货 销量比上个月增加三倍 人气被心机带动 对着镜头挥挥手 好像在走星光大道 抱回满满正利品 这位大哥为了投降礼 排了91小时 开麦当天早上 也有不少果粉作伴一起排队 不过镜头转到台中 有门是拉起红楼 但没几个人根本不用排 很少人排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的iPhone就很多人卖的 没有大排长龙景象 价格可能是主因 最新iPhone XS Max 主打全屏萤幕 是iPhone时尚最大显示器 空机价就要破5万元 比较节俭一点 就是会有点来手机这样子 太贵了不会想买 一只五万块不是吗 对吧 一个月薪水才多少钱而已 以10X来说纵观电信三雄 看看价格 就会主力资费低于千元 搭配手机 基本款价格落在 两万六千三百元 到两万七千三百元 容量再大一点 手机价三万多元 再升级就要四万左右 尽管有些民众认为 价格不太亲民 电信业者乐观预估 销量还是会比往年多一成左右 看好果粉消费力 我手上这是 今天才上市的 羞腾腾的新iPhone 没错 是今天早上八点 正式开卖的新iPhone 它iPhone有分两个版本 一个是iPhone XS 一个是iPhone XS Max 所以阿冠 这是XS Max 就是史上最大荧幕的iPhone 没有 应该是说 史上最贵的iPhone 也是最大荧幕啊 没错没错没错 好 我们现场呢 要来开箱一下 好 这是今天羞腾腾的iPhone 对 好 这是它的盒子 阿冠你拿手机 先把它拿起来了 好 但是它里面呢 就是一样 它会有 这里有插头 插头 但是它这个插头 不是快充插头 它是5V 1A插头 就是正常版的iPhone插头 如果你要变快充的话 你要额外买配件 苹果很贵 好 再来有送一个耳机 这个耳机呢 一样有限的耳机 好像没有什么surprise 对啊 好 再来 这个是充电线 一样lightning的 那如果 就这样要卖5万多啊 没有 我还以为它有什么 了不起的配备呢 来 我帮你拿这个 来来来 但它的手机 其实是真的漂亮的 我们看第一个 阿关 我们 你看哦 第一个 你们看它画面够大 6.5寸的大小 6.5寸 史上最大 史上最大萤幕 对 好 我们来比较一下 跟旧款 旧款 旧款 这是我的 你拿旧款 这是我的iPhone 8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是iPhone iPhone 8 8 Plus 对不对 是 它是iPhone XS Max 你能不能看到 它两个呢 其实手握感的 尺寸是一样 5.5寸 但它的画面呢 因为没有了指纹辨识 所以上下加起来 是6.5寸的大小 那刘海也不见了 刘海还在 在这里 还在 刘海还在 对 某一看也不见了 但仔细一看 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刘海 对 还在这里 它刘海呢 是这次的三款手机 全部都有刘海 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你的指纹辨识 搞不好以后就是 可以拿来 供在那边做纪念 汽油之后 它回去放了火 在人家摩托车 那个垫子上 烧死了6个人 妈妈在监狱的时候 那些油就可以把房子烧掉 你拿这么多汽油 在碎便锁 前天是在进行生殖变 变故理想说 你这段讲话 你一定死刑的 它竟然变说什么 听到这个理由 你是不是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面 好来 我来看它的后面 它这次后面呢 我是这个是金色的 一样双镜头 一千两百万画素 那它因为呢 握感小 所以呢 它这一次 为什么会卖到五万多块 它有一个容量是 512G 它的记忆体容量很大 对 512G你用得到吗 我这次是多少都不知道 你那一支 那一支是我帮你买的 你那一支是256G 256 对 如果它的图片很多 它的照片很多 或者它影片很多 是有可能用得到的 对 这是有可能 对 然后 还有就是说 它这次人家 里面有无线充电 防水防尘 无线充电 但是它没有给无线充电的给锡 都没有 要另外自己买 它什么都要你自己买啊 它有快充 来 自己买 好 然后 但是它这一次呢 其实三款 它的CPU处理器非常厉害 它的那个CPU的效能 就直逼那电竞手机的那种规格 好 我们还是给 帮我拿一下 我们还是给观众朋友 看一下这整支手机的外观 好 它其实都是玻璃的面板 对 我决定把壳拆下来 大家会更有感 好 来 我给阿观看 阿观你看 这是金色的 你觉得怎么样 好 它应该是玻璃的材质 对 玻璃材质 玻璃材质 没错 然后这是它的后保 后保 然后它侧边其实是有点金色 它的侧边是金色的 阿观你看到那种金的感觉 有 侧边是金色的 对 然后萤幕特别的大 对 但除此之外 它有什么厉害的功能吗 有 那我们再 因为说真的 五万多 如果只是这样 我们会觉得CP值太低 好 没错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来实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实测 看阿观想说什么 拍照吗 至少拍照总要比别人厉害吧 好 那我们 我们暗场 对 我们来暗场拍照 因为 看看到底它这一次的暗场技术如何 好 那我们暗场呢 我也把阿观的旧iPhone来比较好不好 好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厉害一点 好 旧iPhone 二 好 我换用 10s mix 来哦 三 二 好 好了 好 我们来看它的暗场效果 来 差多少 40卡 有耶 大摩感 进步多多耶 之前我们都觉得苹果手机的暗场摄影 比别的手机弱很多 没错 而且它这一次呢 它确实有进步了 你看 对 它的这个亮度啊 画质啊 细致度 有它 比强好很多了 有哦 但是呢 它另外一个是 因为它是OLED的面板 你那一个不是OLED的面板 所以也是会有差 OLED面板的好处是呢 它在衣服的新艳度上 会比不是OLED面板的来得好 你看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亮的 好 我们把它放大 我们用阿观的衣服看 它的红色 好 阿观你自己说 哪一个红你觉得漂亮 你从荧幕上看 从荧幕上看 是这个红比较漂亮 没错 因为它是OLED的面板 但这个好像比较接近 原本的红色 对 这个比较不失真 不失真 对 但是它就是会比较亮 因为OLED面板呢 就是鲜艳度会很高 所以 新款的iPhone手机 它用的是OLED面板 对 所以它的颜色会比较 鲜艳比较亮 对 好 另外一个 它有一个叫做 Smart HDR的功能 它可以在你拍完照以后呢 做一个后置景深处理 我们现在呢 也实测一下 后置景深处理 由我来拍下观 对 大家有看到吗 我选到人像 人像哦 好 再离远一点 好 这里 三 二 好 我拍好了 好 好 所以它是用人像模式 一定要用人像模式 才能后置吗 对 你看哦 对 人像模式 现在你觉得 后面是不是没有很糊 是 对 还蛮清楚的 按一下编辑 好 完了以后呢 我管你看后面还是 好 但是你还可以调回来哦 又很清楚 你看X10S头香 它是不是糊掉了 还没完哦 它只能后置后面的背景啊 因为后置模糊啊 它做紧深的效果 只有这一招有别招吗 有 还有别招 好 你现在看你啊 假设我后面糊掉对不对 对 我现在是用自然光 棚灯 你们觉得你变亮一点 哦 轮廓光 所以它可以拍完之后 再后置 后置 舞台灯光 这个就很酷了 舞台灯光 在小舞台 对 舞台灯光的黑白 但是这是不是之前 iPhone X就有的功能 但它没有办法像这样子 拍完之后再后置 后置没办法 之前是你拍之前 你就要先设定 没错 没错 那这个可以拍完之后 你再后置 看你喜欢哪一种模式 对 这个是舞台吗 舞台光 按出 然后你看轮廓光 轮廓光 同灯 另外还有脸 比较亮 然后这是自然光 这是自然 你看了光的脸 你就知道了 不是你的脸 是这个脸 所以照片 可以在拍了之后 做各种不同方式的后置 后置 对 这就是它的后置 景深的效果 但是我看到新闻 在今天有个 果粉心碎了 他说他今天才拿到手机 想不到就摔破了 怎么那么容易啊 怪你知道吗 还是一样那么容易吗 我跟你讲 我们来看 好 这个画面 这个伤心的果粉 而且你看它 它是正面 有裂痕对不对 是 它这个正面裂痕 就是表示它落地的时候 是正面落下地 因为它没有贴保护贴 这跟跌倒的角度有关 有关 对 所以其实通常你一般 如果手机这么贵的话 我建议你要买 好一点的保护贴 跟保护壳 来保护它会最好 所以刚刚阿官 你们看到我们在拿手机的时候 我已经先帮它装好保护壳了 因为我也很怕我的手机 可以跌下去 对 所以今天他拿到这只手机 一下就破 就跟过去的苹果手机一样 它的玻璃面板 其实是非常容易碎的 非常容易破的 你一般 你用到外面那种地板 一定都会裂 所以它这款新的手机 还是跟过去一样 对 让我们很担心 没错 那这样它差多少钱 老实说 它才今天拿到 应该还在保固期吧 还在保固期 但它也没有办法修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出货来不及了 它怎么修 所以 所以有可能它还要等一下 那如果修的话 要花多少钱啊 这个修 差多少 我觉得 应该万几块吧 应该不止万几块 看它那么大 它是Max版 搞不好快两万了我觉得 光光荧幕啊 对 一万多 快两万了 有可能 哇 真正要老板晒了 对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而且还不能马上修 它还得这段时间 都拿一个破掉的新iPhone手机 本来是可以拿到朋友面前 去炫一下 你看你看我拿到了 对 想不到 破的 不会啊 它也可以炫啊 它全台湾手摔 好 请接下来小个道歹 对你来关心的是 哇 竟然 有人在生死变上 用这么瞎的理由 来为加害者辩解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好 这个案子是 汤景华在骑楼放火烧了机车 结果烧死了六个人 他用什么烧 当然用汽油烧 他自己去买汽油 然后放火烧车 结果烧到了人家 家人烧到六个人都死了 想不到在生死边上 他说 我是清白的 我买汽油呢 是为了要洗厕所 洗厕所会不会太瞎了 买汽油是为了洗厕所 其实我们以前常常讲说 那个恐龙法官 对不对 他很多判决的理由 是我们听都听不下去 但这个当然这个是 可是 被告的拖变之词 对 这个被告的话 但这个拖变之词也太瞎了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法庭上你常常看到 那个生死工房的时候 尤其那个简变工房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理由 真的是无奇不有 你知道吗 像这个汤景华 他买了汽油之后 他回去放了火 在人家摩托车 那个垫子上烧了 对不对 他烧死了六个人 他不知道他就讲说 我买这个汽油要去洗厕所 要去擦窗户 我对 汽油是用来洗厕所 是用来擦窗户 人家就讲那个 那个检察官就讲说 我妈妈在监狱的时候 那些油就可以把房子烧掉了 你拿这么多汽油在洗厕所 你是要烧到烧鬼董 你难道没有这种判别的理由吗 好 那一审二审不是判死刑吗 对 那我说实在 他的辩护律师更诚 他就说 辩护律师也蛮瞎的 对啊 他最后他前天是在 进行生死变嘛 生死变之后就要判决啦 那个辩护律师想说 你这种公法一定死刑的嘛 对不对 不死刑也无其徒刑 那他怎么样 我就帮你辩解 他竟然辩说什么 他智商比别人还低 帮你智商还低 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就是那种什么心神丧失 精神好弱对不对 他不是 这个不是 他不是心神丧失 也不是精神好弱 结果他竟然想到了一个很瞎的理由 他说 他智商比较低啦 跟我们来说就是 他比较傻啦 因为他就想说 你既然说要买烧油车去水扁 说他就说你白痴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干脆就 顺着这个事 他智能不足啦 他就头脑不好嘛 对不对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说 烧油破摩摩托车上头 火点就烧起来 会去烧到家 你听到这个理由 你是不是怎么会担 但是他真的笨吗 当然没有啊 你去买CUE的时候 他还知道92比95便宜 去买92 他犯案的时候 还知道要把监视器的那个镜头转开 转开对 他哪有说 他很聰明啊 我跟你讲 他转开那个监视器之后 法官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转监视器 他就跟我说 我干过保全 我怎么不知道现场的监视器 我转那个监视器 根本就不用转 那个不是我转的 他还否认你知道吗 都已经拍到他 他说那不错 其实那个监视器已经坏掉了 他都知道那个监视器坏掉 他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转监视器 他就跟我说 我干过保全 我怎么不知道现场监视器 我转那个监视器 根本就不用转 那个不是我转的 他还否认你知道吗 都已经拍到他 他说那不错 其实那个监视器已经坏掉了 他都知道那个监视器坏掉 他就怎么说 刚才讲到阿冠讲 他去买汽油的时候 这要点火 要去烧人的 对不对 买九尾 较较较较 他自己买买九尾的 所以在他家发现 九尾跟九尾两桶器 所以他知道 所以他根本就知道 要买皮的来放火 所以他根本就没说 其实这一招以前就用过了 林渝如的律师就用过了 这不是新招啊 对嘛 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金氏媳妇 叫做林渝如吗 因为他有什么 他去签六合彩 而且还去赌 赌那个投资股市 亏太多钱了没有 没法 还会做肯定闹工 还会做肯定闹工 阿美啊 你知道吗 他的律师说 他智商只有五十七 你是到最后第三审 要判决之前 律师就讲说 你要做一个智能鉴定啊 说他平均智能只有五十七啊 对不对 太瞎了 他说 那个法官就看不下去 这个也要签六合彩 后来林渝如有没有判死啊 这个后来也是没有判死刑 也是吴起庭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讲 以前的法官 那个律师辩护律师 我说实话 辩护律师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以前在律师 他们一个刊物里面 自己律师写的 所以有些律师 就是为了要接案 很多话都讲得出来 所以以后生的小孩没闭眼 这就给律师感一动 这就不要动 我回来讲这个案子 我回来讲汤锦华这个案子 确实那个理由非常瞎 他说买汽油是为了要洗厕所 这种理由他也说得出来 但其实强词诡辩在法庭上 说实在 也不是很遗憾的啦 过去有很多案子 讲出来的理由都很瞎 像巴黎双尸案 你记不记得巴黎双尸案 那时候说是因为基因的问题 辩护律师要讲说 你知道吗 杀死人逃避这是天性 这是基因史难嘛 对不对 基因史 对啊 那个一个小孩子出生之后 你看小孩子做错事 是不是他就讲 不是我不是我 他一定会弄任何理由 他一定不是我做的 所以谢依涵也一样 他说小孩子犯错都会说谎的话 你大人也一样嘛 你明明知道我犯了杀人罪 一定会被关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那将来做的犯罪 都可以说是基因史难 所以他就想说这个基因史难 所以他就要求说 他那种人当逃罪逃死 所以庭上不能判他死刑 果然呢 这个基因说竟然在法庭工房上 说服法官了 后来这个谢依涵果然是无奇徒刑 你看 所以他跟你讲说 法庭上很多话 虽然很多辩护律师讲的东西 法官不一定会采信 对很假 法官不一定会采信 可是说实在话 有时候辩护律师讲的东西 只不过是让法官有个台阶下 你知道吗 法官虽然不相信 但法官可以据此轻判 对嘛 你就法官 我就告诉你一个方向了嘛 你法官就写判决书 你如果脑汁挤不出来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 用这个理由 你可以写啊 一审二审都是被判死刑的 对 当然判死刑 而且汤锦华也都是认罪的 突然在生死变大翻供 他说我是清白的 我没有要放火杀人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提出这样的 我跟你讲 辩护律师在攻防罪的时候 而且他到生死变才说 他智商有问题 前面为什么不讲智商有问题呢 我们跟你讲 你一开始就把王牌献出来的话 那就没有人没戏唱了嘛 对不对 你一二审都判死刑 你也知道这个汤锦华就是王八蛋 就是杀死人 你就在那边点火 在人家家里面的门口 那摩托车电子上点火的话 那一定烧起来的嘛 整栋子烧起来 那烧起来会怕死人 那个机车还会爆炸你知道 所以就跟你讲说 辩护律师就知道说 我如果一开始把这个王牌拿出来的话 法官如果不采信 那你就一开始死刑死刑死刑 到最后你就没戏唱了嘛 所以很多辩护律师在工房上 他一开始就打迷糊仗 就告诉你说我这个当事人啊 他有没有犯意啊 对不对 他有没有预谋啊 对 一审二审就是在这个上面 全部都认罪耶 全部都认罪啊 认罪对啊 认罪之后他就觉得说 这个三审我看要逃死也很难 这个时候就把王牌拿出来 之前你有没有发现有一阵子 他的王牌就是 我要精神鉴定 对不对 我要鉴定说他的精神 有精神丧失 没有精神好弄 现在的王牌是智能不足 现在的王牌是智能不足 现在对了 这个就很扯 这个连智商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这个汤景华 在庭上公辞的时候 在谈述论述的时候 是非常清楚 所以他没有精神问题 所以你在这个的话 你提出精神鉴定的话 很容易被法官驳毁 这个时候他就想出来 智能不足嘛 对不对 这就开发新的理论 所以以后杀人犯 你会发现 搞不好过一阵子 人家杀人之后 到庭上的时候 你就够消够 所以我在跟你讲说 法官如果再这样 能够通过的话 以后真的杀人的保守 不知道还会出多少 所以法官怎么判 关系到老百姓 对司法的信心 好紧接着 娱乐焦点非常有意思 带你来关心的是 哇 周游八十岁 准备要重办婚礼 实在好兴致啊 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呢 陈松勇 可能是嘴巴坏 也有可能他是大炮性格 他竟然说 他说李朝勇呢 是考古学家 竟然在这时候办婚礼 干嘛办婚礼呢 他身上每天都抱着僵尸 在考古 让周游气炸了 说要提告 实在长得气呼呼 陈松勇十八号出席中秋节餐会 他之前因为不满周游 跟李朝勇老提房事 痛骂不知廉耻 这一次阿哥宣布 补办婚礼 三人在餐会上 刚好同场又同桌 当被记者问到 会不会到场 我说他的厚脸皮的故事可以写一本 不是厚脸皮 死了我都不理他 人家流浪国死了我还可以捐钱 直接表明连礼金都不会包 最后还酸周游 他现在要结婚的这个人是考古学家 每天都抱着尸体在考古 此话一出也让周游气得很高 传出阿哥准备提告 李朝勇也表示 很多好友包含了白彬彬 都觉得考古这个话太过分了 一定要告 但是陈松永这番言论 也为这场世纪婚礼再创话题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陈松永是 吃饭饮不得事 他说这个要做什么 不过我们来讲周游和李朝勇 这对夫妻也算是金氏夫妻 在之前闹婚变 去年吗 年纪大把了闹婚变 而且阿哥还一哭二闹三上吊 现在两个人又甜蜜恩爱 还要重办婚礼 那你知道吗 我收到这个帖子的时候 我有点吓到你知道吗 你有收到帖子 我收到帖子 然后李朝勇是帖子之前 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 帖子之前 他先传这个简讯 然后把这个给我看 很妙喔 曹永周游 爱的誓言你给你看看 曾经 爱的誓言他爱得不看 宽容 对好不好 这喜帖上就这样印啊 所以喜帖上意思是 我已经原谅他了 对 他已经跟我忏悔了 曾经动心于目嘛 就是说 茫然迷失自我 那边有没有李朝勇 那就是 这是忏悔书耶 忏悔书啊 曾经动心于目 茫然迷失自我 耳经幡然悔悟 他幡然悔悟耶 历世未真私守 所以他的喜眼 根本就是他的 毁过书 甚至说是一个誓言 这个誓言就是说 什么誓言 这根本就是毁过书嘛 我发誓 他幡然悔悟耶 未真真就是欲真嘛 他的名字跟你一句 你要看作乐这边 作乐这边更好玩了 敬礼自爱真情迷航 愿以宽容相待 此生爱永不云 永就是李朝勇的永啊 相许永不分离 永不分离 他说像迷航 李朝勇迷航了对啊 永出现两次 然后那边就是 他动心嘛 犯人悔悟 迷失自我 对 所以呢 这个红宝石坤 我第一次看过这种喜帖 是啊 所以 很有意思嘛 回过书变成喜帖 所以去年不是闹得很厉害吗 突然熊熊就说 跑出一个女师友嘛 女师友 然后就是有狗仔偷拍到 去摸铁很多招 放去到 当然就是说李朝勇是否认 说没这事 但是因为 证据太过确凿 而且这个师友 是他们同一个 狮子会里面的会员 阿姑呢 阿姑的面子是要怎么 要怎么挂得住 所以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一夜之间 李朝勇突然离家出走了 有一说是说 他去住铁皮屋耶 有一说是说 阿姑给他挂出去 因为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两个儿子也 听说 他们的儿子 就算好像是阿凯 还是这个 另外那个二儿子 就是有跟李朝勇 呛 对呛 就说 你这样对不起我妈妈 然后呢 也说 叔叔 你这个什么哪里不对 所以有这样子 有触怒到朝有 这个呢 是李朝出走之后 李朝出走了 去住在这个中山区的铁皮屋 被狗仔拍到 甚至于他去 Sieben 买吃的东西 也被拍到 好 所以 报道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阿姑 虽然阿姑前面有讲 这是不是苦肉计 会不会 虽然阿姑前面有讲 就说 我呢 子弹发出去了 可是我枪还是留在我手上 李朝勇的子弹发出去了 但是李朝勇的枪要留在我身边 那时候在指着她的时候 说 这一半年来 给她插背 都不用力 都插得不好 她要帮她插背 对 李朝在家里要帮她插背 要帮我插背 对啊 都没有用力插 然后呢 我出门的时候 她推轮椅 我们去日本玩 那时候那女师有跟着剧 推轮椅都乱推 这样 本来是推直的 把她推到外面插背 生气 可是当她看到这个李朝勇 在西班被偷拍 然后做铁皮屋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一夜之间阿姑心软了 心软了 因为她真的很爱李朝勇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 去年就现在这个时候 将近中秋节 年姐 据说你跟他们家也蛮熟的 是 听说他们家周游是大女人当家 没错 还拿高跟鞋当过刑剧 这个是 他们那时候就是说 在大陆拍戏在西安 那阿姑就是两地跑 跑的时候她觉得 听到风声 说李导演 因为那时候是李导演 当总导演 在那儿有那个女演员 每天就是暧昧 眼神这样不对劲 那阿姑的眼线 那个剧组是她的 都是她的眼线 阿姑的眼线 对啊 就来报你知道吗 好 阿姑就杀到西安去 我们我有跟着去 你有跟着去 跟着那台飞机这样去 其实呢 在飞机上的时候 就听到说 你讲电话怎样了 就说好像口气 很不好 没关系什么东西 可是阿姑是要去抓奸了 对啊 我也不知道 要去心虚问罪 口气不太好 然后到那边之后 第二天要出外景 那我们就先在车上 你知道吗 在车上 但阿姑等了这么久还不下来 不然我们出外景 就是会迟到嘛 好 差不多 奇怪 所有演员都在车上了 那我们就稍微 闭一下眼睛而已 结果就听到 有关门的声音了 我想阿姑来了 可以开车了 没开车你知道吗 怎样 然后就听到 这样子都声音 很大声声 很大声 对啊都有解 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眼睛都不敢张 你知道吗 就出命案了啦 出命案了啦 真的 打巴掌啊 对 promo 還敢 還有大小巴掌 是那個女的小三 還是李朝勇 沒有 小三沒有坐我們台車 我們台車是台灣做的 台灣的人做的 打老公 後來我想說 這是他老公 後來我想 不會吧 然後就後來到了那個基地之後 下車 他說導演啊 他到底是怎麼 導演就說 沒有事情 沒有 然後那個很熱 你知道嗎 夏天 他穿上衣服 抗得這樣 抗得這樣 我就想說不對 這樣很累了 我就過去啊 一把這樣 小三把他撩起來這樣 把他撩起來 喔 一出來 整個手 都黑色的煙火 都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趕快再拉下來說 沒有啦沒有啦 這我自己戳到的 他日子是怎麼過的 我自己戳到的 我自己戳到的 好 他自己戳到的 戳到兩隻手都黑色 整個手 其實腳踝也是 我太辛苦也是 但是就是 光是學習 好可怕啊 你知道嗎 後來在拍戲的時候 阿公 就是說因為 那個戲 其實他已經下令說 李朝勇 我跟你講我要拔從你這種導演 你不要導了啦 就是讓我兒子 馮凱他們去導 因為 你兩個這樣不像話嘛 我看不下去了 那你小三的命運呢 我很好奇 因為小三 他可能是有 人家有高層推薦的人 所以小三 沒有 小三還是非得一眼不可 對不對 小三有沒有 好 阿公 但是因為 那個戲還在拍啊 你把他打了 到時候又變成糾紛嘛 要上法院上級 他覺得不行 所以他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說導演 那你就不要導好了 我們吞吞啦 導演你不要導 他自己拍 他人不能拍對方 因為那個要拍戲嘛 然後導演就說 可是我沒有導完這齣戲 這樣不行嘛 不能收尾嘛 好 這樣子好了 我喔 對著螢幕導 我不要看他的臉 那女子 你這樣演對吧 我對螢幕導講說 對著螢幕導 對 對著螢幕導講說 那你像左 你跟誰講什麼話 你跟誰 就說 其實他們兩個不能四目交接就對了 不能真的四目交接 就是我現在我都不看 我就看著螢幕導這樣 這樣在導演 然後阿哥還是不行 這樣也不行 幾百歲 後來喔 他覺得他們那個導 雖然是看著螢幕導 沒有看著本人 他覺得他也是在那條電光鎖石 這樣子 衝過去 高跟鞋拿起來 就啪啪啪啪打 照樣打老公 不可以打 高跟鞋 你永遠打下去 他想像不能聯繫啊 是在眾人面前嗎 打到高跟鞋都斷掉了 那年紀也在現場 我在現場